為什麼在預告片裡面 Takaaka我們熟悉的刀疤 他現在原本是較貴的黃色王子呢? 這是我的王子 我的 destiny 看來這一次應該是可以看到 刀疤領上那個刀疤是怎麼來的 到底為什麼他們在途中 會出現冰天雪地的場景啊 哈囉大家好我是Sherry 前陣子John去新加坡 參加了2024華特迪士尼的亞太內容發布會 他搶先看到的超多 未來迪士尼會發布的作品 真的是讓我太羨慕了 木髮沙耶 今年年底大家期待嗎? Sherry應該超期待的 他不在這裡 沒錯最讓我期待的就是這一次的 獅子王木髮沙 我們需要什麼新的 那為什麼我會這麼期待呢? 絕對不會是因為 他12月19號就可以看到了 不用讓我等好幾年 而是他這次可是全新的故事 可以看到刀疤原本是王子的真相 跟他黑化的秘密 還有跟木髮沙之間的 愛恨情仇哦 感覺就超級精彩 讓我超期待 那John說他這一次在發布會 有聽到很多關於 獅子王木髮沙的最新資訊 所以我就想說趕快來跟你們分享一下 那我們進來Holy Share的就是 說到獅子王 大家應該有看過動畫版的吧 1994年獅子王上映之後 獲得超多正面的評價 還成為當年的全球總票房冠軍 真的是一個非常成功的系列啊 而且從獅子王動畫出來之後啊 百老會改編的音樂劇演出 就從來沒有停過 之後呢還因為動畫的票房不錯 所以又陸續推出了 1998年的續集 獅子王2 星巴勒榮耀 還有超幽默的前傳獅子王3 Hakuna Matata 而且呢在2019年的時候 也推出了真人版獅子王 不但大受好評 還穩坐的票房動畫電影 第一名的寶座 是直到今年 才被腦筋筋轉彎2超越的哦 我記得那時候看完真的是覺得 哇好震撼哦 真的是我童年回憶耶 你不知道這對大家的意義有多大 而且你們知道嗎 今年是獅子王動畫上映的30週年 沒有想到這個陪我們從小到大 難以忘懷的動畫已經30歲了 都只比獅子王老一歲 那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樣 就是小時候會覺得 Hakuna Matata這首歌就是 非常的洗腦很好聽 還很喜歡亂唱他們的開頭主題曲 但是呢當我長大之後 重新看了這部動畫 跟真人版獅子王的時候 我才發現說 哇哦 這雖然說是動畫片 但裡面呢其實很寫實的 刻畫了萬物的生老病死 跟被歡離合 還有成年世界裡面 複雜的責任跟情感耶 我覺得比起小時候看的獅子王動畫 真人版呢就是多了更真實 然後更溫暖的哭點跟笑點 真的是一個大人小孩看了之後 都會很感動的作品 也難怪會成為迪士尼粉絲 心中最難忘的故事之一囉 年年的 但是還不錯 而且他的音樂真的好洗腦喔 2019年的版本裡面 還有碧陽斯唱的主題曲 那時候在電影院裡面聽到的時候 真的超感動 好喜歡啊 而且我還記得那時候在看 正人版獅子王的時候 我以為很多場景都是實景拍攝的 因為真的是什麼東西都做得無比的逼真 結果我沒有想到 這整部電影只有一幕畫面是真實的 其他全部都是用電腦做出來的啦 那唯一是真實場景的這一幕 就是在開頭太陽升起的地方 是製作團隊特地去非洲取景拍攝的喔 那時候聽到這個消息我覺得超震驚的 蛤真的假的 竟然就只有這一幕是真的嗎 真的是有夠佩服製作團隊的耶 尤其是那個獅子中毛的部分 要做到這麼細緻逼真真的很不容易耶 - Hold still - You're messing up my mate 你們不覺得動畫裡面的一切 看起來就超級逼真了嗎 根本就很像現實世界裡面 我們會看到的生態啊 而且當初第一節的導演強法夫洛 就是鋼鐵人裡面那個黑屁厚梗啦 - I'm sorry, what was that? 他請了動畫版的木法莎的配音員 詹姆士-鄂爾瓊斯 回來幫木法莎配音 那詹姆士的回歸配音 真的是喚醒了大家的記憶 那個滄桑又有威嚴的聲音 完全就是幫電影增添了一點點懷舊感啊 - One day, it'll be my son who rules - Simba would be your king 如果說第一集的獅子王 是要給觀眾一種滿滿的懷舊感 那這次呢第二集的獅子王 木法莎就是要給觀眾全新的體驗 那這次的原創故事呢 將會公開木法莎跟刀疤 這幾十年來 一直沒有被提到的成長真相 電影的一開始應該會是拉菲奇 在跟辛巴與娜娜的女兒 奇拉雅 講述木法莎以前的傳奇故事 - It's time, I'll tell you a story Mufasa and the prince who would come to be known as Scar became brothers 小時候的木法莎其實是一隻迷路的小獅子 結果呢他遇到了名叫塔卡的皇家血統繼承人 甚至還被收留了 - Taka, you are the future king - We must protect the bloodline 而這個塔卡也就是小時候的刀疤 那木法莎被塔卡一家人收養之後 就變成非常要好的好兄弟 成年之後因為某個原因 塔卡的媽媽他們離開了榮耀國 所以呢他們兩個決定要踏上未知的旅途 去尋找自己新的家園 - You and Taka together, that is home - Now both of you go 而且他們在途中 也遇見了大家熟悉的沙拉比與沙主 - I'm Sarabi - That's Sazu - My scout - Don't eat him - 還有這袋神秘感的拉菲奇 - 拉菲奇 倫蓋 他們決定要跟隨這隻充滿智慧的山蕭 找到屬於他們的家園 其實呢我第一次看完預告片最好奇的點就是 - 到底為什麼他們在途中會出現冰天雪地的場景啊 -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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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結果呢我查了一下之後發現 - 非洲的高原真的有雪地耶 - 這個冷知識應該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了吧 - 你應該不知道吧 - 我同事也都不知道哦 - 哈哈哈哈 - 好啦但撇除這個之外呢 - 相信大家也有在預告片裡面看到一些白獅吧 - 那主要領導這一群精英突變的獅子 - 叫做齊羅斯 - 而且這次幫齊羅斯配音的 - 竟然是拔叔 - 麥茲米克森啊各位 - 我們已經來 - 要領導 without mercy - 不覺得超級搭的嗎 - 其實我從以前就一直覺得 - 他真的超級適合當反派的 - 而且拔叔也很反派就是非常的迷人 - 然後聲音又很好聽 - 這次幫發發的齊羅斯配音 - 真的是在適合不過啦 - 那根據麥茲米克森的說法 - 這隻齊羅斯是一隻偉大的領袖 - 他覺得最好的防守就是進攻 - 也因為他想要讓他的精英延續 - 所以呢才會把其他跟他不一樣的獅群 - 都視為威脅 - 那導演也有說 - 這個角色非常的重要 - 因為他造就了未來的木法莎喔 - 目前是不太確定這個齊羅斯會有什麼劇情 - 但是呢我在Fandom上面有查到說 - 他會是塔卡爸爸的敵人 - 然後呢我們又可以在預告片裡面看到齊羅斯 - 在瘋狂的追殺木法莎跟塔卡 - 所以呢根據這些資訊我推測 - 他應該是想要 - 把跟他外表不一樣的獅子 - 趕盡殺絕 - 然後呢想要所有動物都服從他害怕他 - 讓他可以順理成章的變成獅子王吧 - 畢竟Keyros這個名字呢 - 在非洲也有主的意思 - 而且他這一次也有講了木法莎的經典台詞 - 所有的燈光碰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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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不覺得這句話聽起來超霸氣的嗎 - 兒子啊 - 你看得到的這些土地都是我們家的啊 - 好啦 其實我自己也在懷疑 - 會不會是這隻Keyros他毀了木法莎的家 - 所以才會害他到處流浪 - 被塔卡他們一家人發現 - 然後Keyros又毀了塔卡他們的家園 - 所以他們兩個才要另外找新的地盤 - 因為塔卡的媽媽 - 跟他們說要他們離開榮耀國的時候 - 那個聲音聽起來感覺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 那其實在第一集裡面 - 木法莎有跟辛巴說過 - 千萬不能離開榮耀國 - 也是在暗示木法莎的小時候 - 因為塔卡的媽媽要他們離開這邊 - 所以就發生了很不好的事情喔 - 還在暗示木頭嗎 - 你必須不去那裡 辛巴 - 可是我以為一個王子可以做什麼 - 拿到任何地盤 - 他是在暗示木頭嗎 - 不 他說我不能去那裡 - 永遠 - 而且他絕對 - 再來關於這次的電影 - 你們一定還會有一個疑問 - 為什麼在預告片裡面 - 塔卡AKA我們熟悉的刀疤 - 他家原本是較貴的黃色王子呢 - 為什麼最後卻變成木法莎 - 成為統領榮耀國的獅子王 - 而他卻變成了被逼人的刀疤呢 - 這個看點不覺得超有趣的嗎 - 因為我們小時候看獅子王就會覺得 - 刀疤就是一個壞壞的角色啊 - 但沒有想到他們之前竟然是好兄弟耶 - 然後因為某個導火線 - 他們兩個反目成仇 - 讓正義的木法莎到上的獅子王 - 我覺得他們的導火線 - 很有可能就是因為他們的意見不合吧 - 其實在第一集木法莎跟小金巴聊天的時候 - 就有講過說 - 真正的王會尊重所有的生命 - 從螞蟻到羚羊都應該一視同仁 - 然後塔卡也有說 - 木法莎以前有背叛他 - 別把你背叛了我,Scar - 喔不,木法莎 - 可能你不應該把你背叛了我 - 所以我猜可能是因為 - 塔卡覺得按照Kiros的想法 - 就這樣統治動物 - 是很好的 - 讓動物們都會怕獅子啊 - 這樣才有威嚴感 - 但是木法莎就是想要大家和平相處 - 所以就集結了動物們去對抗Kiros - 他們兩個就會呈現一種對比感 - 一邊是獨裁 - 然後一邊是民主的概念 - 然後呢 - 可能是動物們比較喜歡木法莎的想法 - 所以願意稱他為王 - 這也難怪塔卡會非常的不開心 - 因為他原本就是皇家血統繼承人 - 獅子王本來應該是他才對啊 - 你破壞了我的 destiny - 這就是我的皇帝 - 我的 destiny - 看來這一次應該是可以看到刀疤領傷 - 那個刀疤是怎麼來的 - 我覺得很有可能是因為他想要當王 - 然後就跟木法莎提出要這樣PK一下 - 挑戰誰才有資格當王 - 結果呢他就被木法莎巴頭 - 然後就有刀疤了 - 因為我覺得不太可能是Kiros用的 - 因為在預告片裡面 - 他們被Kiros追著跑的時候 - 領傷都是好好的 - 我們都瘋了 - 我做了 - 這個8的由來應該會更有意義才對 - 而且我回去看第一節的時候 - 他還有對木法莎說 - 我不會想到你再次挑戰 - 他還有特別搶到那個Again再一次 - 所以代表他之前真的有跟他定狗戀過 - 再來我查資料的時候 - 還有查到一個很酷的資訊 - 聽說呢這一次會出現 - 木法莎的親爸爸馬賽哥 - 但我覺得應該只是出現一下下而已 - 因為我查很多資料幾乎都沒有提到爸爸的角色 - 那幫Masago配音的凱斯大衛 - 他之前其實也有幫蓬蓬丁滿利潛記裡面的Mr.Pick配過音喔 - 不過說到木法莎的親爸爸我就會想到 - 木法莎他以前跟小星巴分享過一段 - 他爸爸對他說過的話 - 過世的王子 - 看著我們從那些星星 - 所以你每次都覺得瘋狂 - 只記得 - 那些王子 - 會一直在那裡 - 會一直在那裡 - 會一直在那裡 - 說不定這一次有機會重現這個劇情喔 - 那除了木法莎爸爸這個小道消息之外呢 - 當然少不了木法莎的媽媽戲份啦 - 而且這一次 - 木法莎的媽媽Aphia的配音員 - 就是之前在《公主與青蛙》裡面 - 為迪士尼第一位非裔美國公主迪安娜配音的 - 阿妮卡諾尼羅斯 - 據說他這一次在裡面也有唱歌的戲份喔 - 那這首歌呢 - 是代表希望愛跟快樂的延續 - 那這個詞呢 - 其實在《獅子王百老化音樂劇》裡面有出現過 - 就是在木法莎過世之後 - 拉菲奇唱的《拉菲奇的哀悼》這首歌裡面啦 - 那除了這首歌之外呢 - 當然還會有其他的新的音樂 - 而且這一次他們還邀請到金牌音樂製作 - 林曼努米蘭達 - 操刀全新的歌曲喔 - 他之前也是海洋奇緣 - 跟魔法滿物的詞曲創作人 -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 -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 - 你們歡迎 - 這是我們的家 - 我們有每個世代 - Let's go -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 我第一次超級期待這一次的《獅子王木髮沙》 - 可能真的是因為小時候看過很多次 - 然後找到之後又看了真人版 - 就非常喜歡很感動 - 有一種重拾回憶的感覺 - 而且呢這一次又是新的故事 - 還可以看到刀疤黑花的秘密 - 讓我更期待了 - 那最後喜歡迪士尼的粉絲 - 記得在12月19號 - 到戲院透過大螢幕欣賞 - 獅子王木髮沙 - 想必這一次的視覺效果 - 一定也很華麗 - 不會讓我們失望啦 - 放心 - 我不會讓您失望的 - 那喜歡這影片 - 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分享啊 -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個人頻道 - 追蹤大鈴鐺 - 那我們下次見啦 -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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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unnecessary